天主 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各位教友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虔诚地举行圣祭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在试验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重罪 为此恳请终生同真圣母玛利亚 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天主在天受光荣 主爱的人在世享平安 主天主天上的君王 全能的天主圣父 我们为了你无上的光荣 赞美你 称颂你 草拜你 显然你 感谢你 主耶稣基督 独生子 主天主 天主的高养 圣父之子 出面是罪者 求你垂怜我们 出面是罪者 求你抚听我们的祈祷 作在圣父之佑者 求你垂怜我们 因为只有你是圣的 只有你是主 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耶稣基督 你和圣神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使我们常能爽快地 服从你的旨意 为了你的光荣 诚恳地奉献我们的崇敬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去圣神永生永亡 阿们 公读伊萨伊亚先知书 上主的旨意 是要用痛苦折磨祂的普能 当祂牺牲了性命 做了赎罪祭时 就要看见祂的后代 言脸益寿 上主的旨意 也将借祂的手实现 在祂受尽痛苦之后 就要看见光明 而心满意足 我正义的普能 因自己的经历 要是多能诚意 因为祂承担了 他们的罪过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上主 求祢向我们 管施慈爱 满足我们 对祢的期待 上主 求祢向我们 管施慈爱 满足我们 对祢的期待 因为上主的话 具具真实 祂的一切作为 完全可靠 祂爱护正义和功力 祂的慈爱 弥漫大地 上主 求祢向我们 管施慈爱 满足我们 对祢的期待 因为上主的眼睛 却是那 敬畏祂的能 眷顾那些 投靠祂慈爱的能 祂为救 他们 免于死亡 在饥荒中 养活他们 上主 求祢向我们 管施慈爱 满足我们 对祢的期待 我们的灵魂 仰望着上主 祢是我们的 辅助和保障 上主 求祢向我们 管施慈爱 满足我们 对祢的期待 上主 求祢向我们 广施慈爱 满足我们 对祢的期待 公读 至西伯来能书 弟兄们 我们有一位 伟大的 进入了 诸天的大事迹 天主子耶稣 因此 我们要坚持 所兴奋的真道 因为我们 所冤有的 这位大事迹 实在能 同情 我们的诺点 他在各方面 与我们相识 受过各种试探 只是没有 放过罪 所以 我们要 怀着 医世的心 走进 施恩的 全能 天主做前 以获得仁慈 你受恩宠 作为我们 及时的辅助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阿雷路亚 阿雷路亚 天主 求祢开启 我们的心 使我们 接受 祢圣旨的话 阿雷路亚 愿主 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 同在 共读 圣 马尔 孤 福音 主 愿 光荣 归于你 那时候 在伯德的儿子 雅各伯和若瓦 来见耶稣 对他说 老师 求你能答应 我们的一个请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要我 为你们 做什么呢 他们 回答说 在你的光荣中 让我们一个 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 坐在你的左边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 你们所求的是什么 我所喝的杯 你们能喝吗 我所受的喜 你们能受吗 他们对他说 能 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喝的杯 你们固然要喝 我受的喜 你们也必然要受 但是坐在我的右边 和左边 不是我可以给的 而是天主给谁 预备了 就赐给谁 其他十位门徒听了 就对雅各伯和若王升起 耶稣把门徒 召集过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各国都有被尊位 元首的统治他们 也有官长管辖他们 但是你们中间 却不要这样 在你们中间 谁若愿意做大人物 就该做大家的仆人 谁若愿意去守卫 就该做大家的仆仆 因为人子不是来受人服侍的 而是要来服侍人的 并且牺牲自己的性命 作为许多人得救的代价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看一看 耶稣基督的处事观 对人处事 上下坐 与左右手 那么福音中 我们看到了 若望亚哥伯 他们的话呢 想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坐 他们呢想做大的 而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 坐在我的左边和右边的 不是我能给的 而是天父给谁 预备了就给谁的 耶稣也讲过上坐和下坐 他说你们去人家 赴婚宴的时候 赴宴席的时候 不要坐在守卫上 手座上 不要坐在上座上 要坐在下座上 当人家主人出来说 朋友请上座的时候 你在众人面前 他有面子 所以耶稣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上座下座 左右边 左边右边 他给我们讲得很清楚 那么呢 他告诉我们第一点 我们要自谦自卑 因为他说 人子来 不是为了通灵世界 人子来 也不是做主宰 人子来 也不是要做君王 人子来 是做重任的仆义 奴仆 所以他让我们自谦自卑 自谦自卑的意思就是 安心与谦虚 卑微的心态 安心处于一种低下的状态 耶稣打那个比喻 告诉我们 就是做上位下位 这个比喻当中 也告诉我们 应该要谦卑自己 然后他得出了个结论 他说 因为反高举自己的 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上说 十一节说 因为反高举自己的 必备贬义 反贬义自己的 必备高举 今天世界的人 不知道什么叫谦卑 不知道什么叫谦虚 不知道什么叫忍让 总是感觉到说 你这样不合理 你这样不合法 你这样不合规 这个你应该尊我 但耶稣基督却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自谦自卑 那么必备高举 是必备谁高举呢 被耶稣基督所高举 被天主所高举 凡自高自大的 必备贬义 那个必备是悲谁啊 必备天主所贬义啊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 要自谦自卑 你看他也讲了一个 比喻说一个发里三人 和一个税吏 到一个圣殿里祈祷的时候 也是这样子啊 那个税吏本身是一个罪人 替罗马人征收 犹太人睡的罪人 那么呢 那个发里三人 本身是敬畏天主的人 但是呢 他们在圣殿里祈祷的时候 那个税吏却是我罪 我罪我的罪人 我的重罪 我是个罪人 谦卑得很 发里三人却不然 天主 我十分之一 事实给穷人 我每天守宅 刻仆 很骄傲 那么当他们从圣殿里 出来之后 耶稣说 那个税吏却成了一个义人 而那个发里三人 却不然了 你看 之前本来发里三人 是敬畏天主的人 是天主所喜欢的人 也要个遵守天主 见命的人 因为他骄傲 反而他没成为义人 那个税吏本身是一个罪人 但因为他谦卑 在天主面前谦卑 反而他成了一个义人 所以 耶稣所说的这个自谦自卑 就是让我们 能够 安于 下的位置 低的位置 谦卑的位置 当我们处于这种 位置状态 心态的时候 天主必拘扬你 当你处于高 自高 自傲 盛其临人的程度的时候 天主必要贬你 就这个意思 因此来讲的话 首先第一天 耶稣教我们的对人出事 在天主面前 在人面前 都是如此 要自谦自卑 第二点 要安平乐道 那么这个安平乐道 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就是说 处身与贫穷 内心也会因为 坚守志向 而不会感到害怕 并乐于奉行 自己信仰的道德 准则 这就叫做 安平乐道 圣经上 耶稣也讲了一个 比喻说 如果有人请你 吃午餐 如果你设宴 请人来 赴午宴或晚宴呢 他说 不要请你的朋友 弟兄 亲戚 以及富有的邻人 因为你请了他们 他们还会回请你 那么你就没有赏报了 你那设宴的时候 要请贫穷的 瘸腿的 残废的 瞎眼的 如此你有福了 因为他们没有报答你 但在一人复活的时候 你必能得到赏报 你看 耶稣说的话呢 跟我们人常做的 往往是相反的 如果你想请客 你过什么寿臣 过什么结婚纪念日 或者过一些神父母 过尽多纪念日 等等 当你有说 想请人的时候 你请什么样的人 都是想请一些有钱的 有权的 有地位的 对你好的 甚至亲戚朋友的 我们人都是这样 耶稣说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请这样的人 而你要请那些 贫穷的 残废的 瘸腿的 瞎眼的 就是这些路上要饭的这些人 那么呢 这跟我们的想法 完全不一样啊 但是耶稣基督 却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请这些人 因为他们 无法回报你 你也知道 他无法回报你 但是耶稣说 在一人复活的时候 你必得到赏报 那就是你的赏报 已经存在天上了 那么呢 这就是在成形天父的旨意 因为天主爱护贫困 弱小可怜的人 所以 当你因着爱 而投身于这个贫穷的 中间的时候 你安平乐道的时候 天主就让你 置身于他的爱里 你看印度的德雷萨修女 一贫如洗 但她却成为一个 富家天下的修女啊 引着水 引着天主 所以 耶稣教导的第二点 今天福音中 就是让我们要安平乐道 第三点 要给暗中的父看 说暗中的父 看见了之后 必要报答你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给暗中的父看 不向人显摆 你看啊 在圣语上 就这样说 你这在 你这在至高者 护佑下居住的人 你这在 全能者 隐蔽下居住的人 这里的意思就是 你居住在 至高者的 护佑下的时候 就等于享受了 全能者 给你全部的保护 全能者 是看不见的 是隐秘的 就如同今天我们一样 我们在这里 有装摄像头 圣堂里面 很多的在 摄像头里面的教友 他是看不到 我的办公室的 摄像头的 而我的办公室 我就可以看到 全圣堂 室内 室外 各个周围的情况 所以这就是 一个比喻就是 天父是在暗中 他在死盯着 你看了 但是你呢 却看不到他 你看到的 只是这里 装了一个摄像头 但是呢 在这办公室呢 他能看到 你的各个行动 而且我们现在 是高清的 你各种 有的车牌 跌得很远 几十米 我们都能看得 清清楚楚 天父的眼睛 也是这样 他在天上 往下一看 看到你了 你不给世人看 别给外人看 而是给暗中的天父看 天父用了一个 大的望远镜 一看都看到你了 所以耶稣 说了很多话 他说你 行善的时候 他说啊 在这个 马逗福音 第六章 第四节就说 好是你的施舍 银而不露 你的施舍 不要人能看到 你父在暗中 看见 必要报答你 你看在施舍的时候呢 我们今天的施舍 怎么样施舍 我们要做一点施舍 发快手 发抖音 发Facebook 天下发朋友圈 天下发呀 让天下的人都知道 中国 美国 加拿大 欧洲的 只要你的亲戚朋友 都知道你干了件好事 耶稣说 你这样的人 已经没有你的功劳了 你得到你这个 虚荣的面子了 而是呢 隐而不露 你做了一个施舍 隐而不露 天父必要报答你 暗中的父必要报答你 还有耶稣说 你祈祷的时候 你看犹太人喜欢 在大街上站着祈祷 哎呦 我们很多人 也有这样的感觉 哎 说祈祷在圣堂里边 说祈祷的很多 然后没有人的时候 私下的时候 就忘记祈祷了 那么祈祷的时候 耶稣说 你们要关上门 进入你的内室 向你暗中的父祈祷 那父就在暗中 如同我们坐在办公室一样 你人看不到他 他能够看到你 你祈祷的时候 向暗中的父祈祷 他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马脱福音六章六节 接着耶稣说 禁食 耶稣说 至于你 当你禁食时 要用油 抹你的头 洗你的脸 不要叫人看出你 禁食来 但叫你 那在暗中之父看见 你的父在暗中看见 必要报答你 马脱福音六章十七节 在这里 马脱福音第六章当中 讲了很多次 暗中的父 暗中的父 那么真正赏报我们的是 暗中的父 我们要真正让看到的是 暗中的父看到 而不是让今生的人看到 所以 这就是耶稣讲的第三点 我们做任何善功 任何施舍 要给暗中的父看 第四部分就是要超越世界 我们要知道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 那么若往福音十五章十九节 耶稣说 若是你们属于世界 世界必喜爱你们 也如喜欢属于自己的人 但因为你们不属于世界 而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 为此世界才恨你们 在这里你可以说得很清楚 耶稣说 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是不属于这个世界了 所以往往我们很多人都认为 我们自己要在这个世界上 建一个永久的居所 在这个世界上 要为自己规划一个长久之路 但耶稣说 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不要在世界上 争观 争味 争利 争明 而你们要让暗中的父看 父必要报答你 你们是属于暗中的父的 所以 耶稣用了几个 几层的概念 首先他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是肯定的 我们不属于世界 是基督把我们从世界中 分出来了 说 张三 李四 王五 方六 来 跟我来 跟我来 你们不在属于这个世界 而属于耶稣基督 第二呢 我们却不离开这个世界 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 但却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第三呢 我们是被世界所憎恨 第四呢 我们被天主所保护 第五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喜乐 这就是这么几个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这个问题 所以来讲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真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我们是为了光荣天主 救自己的灵魂 耶稣基督明确地告诉了我们 怎么样面对今生这个世界 面对这个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 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的 对人出事 上座下座 坐在耶稣基督左边和右边 谁大谁小 我们要谦卑自己 我们呢 要安平乐道 我们呢 要给暗中的覆盖 我们呢 就能够 也知道我们自己 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就能够超越这个世界 阿们 全能的圣父 天地万物 无论有形无形 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信唯一的主 耶稣基督 天主的独生子 他在万世之前 有圣父所生 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 出自光明的光明 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 他是圣父所生 而非圣父所造 与圣父同性同体 万物时 借着他而造成的 他为了我们的能力 并为了我们的得救 从天降下 他因圣神 有同真玛利亚 取得后去而成为了 他在帮去比拉多指证时 为我们被定在十字架上 受难而被埋葬 他正如圣经所在 第三日复活了 他生了天 坐在圣父的右边 他还要光荣的将来 审判圣者 圣者 他的圣果万世无疆 我心圣神 他是主其赋予生命者 由圣父圣子所供发 他和圣父圣子 同受亲宠 同享光荣 他曾结圣之门发言 我信唯一自圣自宫 从中途传下来的教会 我承认设罪的圣席 只有一个 我期待是能复活 尽能复活的生命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全能的天主佛 愿意所有的人 获得救恩 便认识真理 我们恳切向他祈祷 请为我们的圣教会祈祷 求主使在教会内的子民 能以自己的言行 扩展基督的教会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我们的教宗 主教 神父祈祷 求主使他们 参与爱的行动 来引导那些冷淡的教友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众教友祈祷 让我们恳求仁慈的天主 祝有我们 效法耶稣的良善心切 愿于牺牲的爱的精神 把爱撒向人间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请为不认识基督的人祈祷 求主招教他们 使他们脱离安民 明认基督是能耻的救主 蒙获天主的救恩 为此我们同生祈祷 求主福听我们 天主祢是我们的 依靠我们的力量 求祢大法慈悲 福听祢教会的祈祷 恩赐我们诚心所求的恩惠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 第一主基督 阿们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食粮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大地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卖面秉承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生命之粮 愿天主允受赞美 上主万有的天主 祢赐给我们饮料 我们赞美你 我们将葡萄树和人类老婆的果实 葡萄酒呈献给你 是成为我们的精神饮料 愿天主允受赞美 各位教友 请你们祈祷 望全能的天主圣父 收纳我和你们 共同奉献的圣祭 往上主 出你的手中 收纳这个圣祭 为赞美并关容他的圣名 也为我们和他 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上主 求你使我们甘心 在这祭台前向你献祭 养赖你圣存的话语 借现在所举行的圣祭 接近我们的心灵 一生所求 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举心向上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请大家感谢主 我们的天主 这是理所当然的 诸圣父 全能永生的天主 借着我们的主基督 我们实实处处感谢你 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并能神得救 他借着愉悦奥基 完成了神妙的功成 他使我们摆脱罪恶和死亡的家属 而分享他的光荣 得称为特选的民族 王者的私地 圣旧的邦国 得救的子民 你招教我们 从黑眼中进入光眠 我们要到处呈养你的德能 因此 我们随同天使 总领天使 以及天上祝圣 歌颂你的光荣 不停地欢呼 圣圣圣上主 万有的天主 你的光荣充满天地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奉上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美 欢呼之声 响彻云霄 上主 你实在是神圣的 你是一切圣的根源 因此我们来到你台前 与普世教会 共同庆祝 本周的第一天 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日子 你高举他 使他坐在你的右边 我们靠他的名 恳求你 派遣圣神 圣化这些礼品 使成为我们第一主 耶稣基督的圣体 圣谢 他甘愿设神受难时 拿起面饼 感谢了分开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吃 这就是我的身体 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 他同样拿起杯来 又感谢了 交给他的门徒说 你们大家拿去喝 这一杯就是我的血 新而永久的蒙约之血 将为你们和众人清流 以赦免罪恶 你们要这样做 来纪念我 信得的奥基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 我们歌颂你的复活 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上主 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 向你奉献生命之两 救吻之悲 感谢你 使我们得在你台前 侍奉你 我们恳求你 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 圣邪并因圣神和尔为一 上主 求你唇念普世的教会 使你的子民 协同我们的教宗方基格 我们的主教方基格 与所有主教 以及全体圣职人员 都在爱德中日去完善 求你也唇念 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姊妹 并求你唇念我们的祖先 和所有去世的人 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荣 求你唇念我们众人 使我们得于天主之母 统责荣父玛利亚 圣母的敬佩 圣若瑟诸诸圣宗徒 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 圣人圣女共享永生 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 也属基督 赛美你 显扬你 全能的天主圣父 一切崇敬和荣耀 借着基督 协同基督 在基督内 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事 又承受他的教导 才敢说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难领 愿你的旨意 奋行在能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上给我们 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心于诱惑 但就我们免于凶恶 上主 求你从一切灾祸中 拯救我们 恩赐我们的时代得向平安 更求你大法 慈悲保佑我们 脱免罪恶 并在一切困扰中 获得安全 使我们切成期待 永生的幸福 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天下万国 普世权威 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主耶稣基督 你曾对宗徒们说 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 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 但看你教会的信德 愿按照你的圣意 是教会安定团结 你是天主 永生永王 阿们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请大家互助平安 除眠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垂怜我们 除眠是罪的天主羔羊 求你赐给我们平安 请看天主的羔羊 请看除眠是罪者 蒙照来福盛宴的人 是有福的 主 我当不起你到我心里来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请看 上主的眼睛垂视纳 敬畏他的能 眷顾那些投靠他慈爱的能 他会救他们免于死亡 在饥荒中养活他们 就会参加 Rabbim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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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请大家祈祷 上主求祢恩赐我们 借所领受的天良获得力量 帮助我们善用祢的恩赐 度现实的生活 并教导我们追求永生的幸福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第一主基督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与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 降福你们 阿们 弥撒礼成 感谢天主 感谢天主